要看你那個天分 你畫得到 你畫得到 還要你 要反應那樣東西出來 你有心思 但你反應不到 是啊 其實有些人是可以教得到的 譬如說你看得到他的缺點 譬如說我也看得到有些人的缺點 如果他肯學的 我會教得到的 問題就是 他 我怎麼可以隨便指點一個人 沒錯 尤其是水漫畫這麼抽象 除非你的人是比較有抽象的理念 是不是很難 很難 有些東西是 只可以會 沒錯 那馬龍你講一下 為什麼這麼多年你這麼喜歡畫政治漫畫 其實就是 有東西想講 因為我剛剛那個時期就是 中英聯合聲明在醞釀的時期 那你醞釀這個聯合聲明之前 香港人 是人都想講話的 沒錯 你最好就是這樣 最好就是這樣 這個很正常 那你用筆來畫畫 我會畫畫 就畫漫畫 有些寫文章 特別強的寫文章 真的非常之白髮齊放 當年的報業也非常之興盛 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這個思想 出現的撞擊 非常之好 那個年代其實非常之好 那時候真的可以反映到很多 還有很多瘋狂的畫出來 現在說的是 我們出一些大漫畫家 或者大畫家的年代 其實就是 正正就是三十年代的時候 國家最危險的時候 反而就是出這些 很厲害的人 廣告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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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